Hello 大家 歡迎大家來到另外一期的開箱 那今天我要開的 算是比較特別 在我頻道上面 沒開過的 那這個品牌呢 也是我前天開始接觸的 我只是為了買聖誕禮物去買這個品牌 所以說我以前 就是大概一年前的時候 就算是對他蠻有興趣 只是一直都沒有買 所以呢 最近就是因為為了聖誕禮物而買 買了一份給朋友之後 直接買了一份 但是我朋友還沒收到啦 只是說 我有 對他的產品都蠻感興趣的 先看一下我這一份買給自己的 也不算禮物啦 就算是這個冬天會用的東西吧 首先它的名字很 就這個品牌大家應該都會知道吧 伊手 它的這個盒子呢 它叫The Listener 它這裡有寫中文名字 好像叫聆聽者吧 不知道我沒記錯的話 我們可以來看看它旁邊 那這個主要就是一個 嗯 就是天竹草之類的東西 的一個身體的一個保養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看一下這一邊 它有一些 喔 叫傾聽者 傾聽者 然後 它有一些名人的名言 然後呢 這裡的話 它有寫很多不同的語言 我其實還沒看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是英文的話 它就是說 喔 它說我裡面的三樣產品是什麼啦 那這個意思呢 就是說它這個也是向上的 本來以為是這個向上這個公司 哈哈 好 我先打開 好 它就是一個 這種環保的物質啦 我們打開看看 剛剛有說嘛 是三個東西 但為什麼只看到兩個呢 可以先看這個 首先呢 這個是 它叫什麼 嗯 喔 它進攻外用欸 它就說 它這個是一個沐浴爐 它的味道來講 我覺得是 蠻清新的 我聞一下 好 看這一開 對 它 我覺得他們品牌的東西 大部分都是這個味道啦 應該說 比較 Signature 就是比較有名 比較招牌的 可能就是這個味道 因為我發現蠻多東西都這個味道 這個是沐浴爐嘛 那這個呢 是 身體的磨砂 它可以把髒東西帶走 然後那個店員是跟我說 它一個禮拜用兩次左右 它除了是磨砂以外 它也是一個 沐浴爐 就是二合一 它用了這個之後 就不用再用 沐浴爐這樣子 對 好了 然後第三樣東西 其實就是我最想買的 它就是一個擦身體的爐液 來看一下 它這個乳液呢 我主要是買這個 然後它就說 欸 有這個套裝 問我要幫我買 我就說 喔 好啊 因為這個套裝 會比較便宜一點 看一下 對 它說這個是 嗯 算是比較輕盈一點的 一個擦身體的乳液 所以我就想說 擦身體我也不知道太厚重 不然其實身體也不舒服 覺得你黏得 所以呢 嗯 而且加上這個味道也不錯 我有猶豫 最輕 最輕盈跟這一個 因為這兩個是最 算是最輕的那一邊 那這個算是第二輕盈 第一輕盈呢 是一個柑橘味 柑橘味其實我也很喜歡 只是說 我覺得好像 嗯 不算太特別 那這一個的話 多一點那個草味的話 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所以呢 我就挑了這一個 那 嗯 我等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我買給朋友的禮物 再跟大家說的故事 好了 我回來了呢 剛剛有跟大家說 給大家看看我給朋友的那個禮物 然後首先呢 我先說一下這一家 一手呢 它其實很精緻 因為你買東西 它都會附一個布袋 那個布袋上面 它還會噴香水在上面 它會挑覺得適合那個顧客的香水 那它兩天 給我分了兩天去買 它兩天剛好 因為我是找同一個店員 它剛好都給我噴那一樣的 因為它 嗯 就是第二次去買的時候 它有說 嗯 我上次給你噴哪一款 它 跟我都有點忘記了 結果它挑了同一款 那就蠻神奇的 這也算是我覺得蠻驚豔的 就是想說一個布袋它也要噴香水 算是還蠻講究的 剛剛講完這個廢話呢 給大家看看我買了什麼禮物給我的朋友 首先他有問我 我先進去 我就問他說 你們有沒有什麼禮盒類的東西 讓我送朋友禮物 店員也很好 就是 問了我很多關於我朋友的一些資訊啊 就譬如說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啊 男的女的啊 我跟他的關係之類的 然後就有 嗯 問我要 就是因為我送女生嘛 然後他就說 嗯 通常很多人都會送護手霜 那我也知道 所以 嗯 我也有點猶豫 我才問他 他就說不然就送眼霜 或者是香味的東西 那我想說眼霜 什麼鬼啦 因為 我的年紀沒有到很大 那我朋友沒有更年輕 我就覺得 送眼霜好像太凝重了 所以 我就說 那我挑那個香味的好了 因為我自己也蠻喜歡香味的東西 然後他在這挑之後呢 然後 他就給我挑了兩個東西 還有這個先不要管 我的字很重 他有一些 呃 樣品給我朋友用這樣子 嗯 對 真的是眼霜 跟一個 嗯 晚間的面膜 然後呢 我也免不了 要買護手霜 因為我覺得他的護手霜蠻香的 我朋友 我同事都有在用 加上我覺得女生送護手霜也算是蠻正常的吧 其實香水我有點 太怕 因為我怕朋友不喜歡這個味道 但是我自己真的挑了蠻久的 我覺得這個味道算是不錯 所以說他也只有七款味道啦 那這一款 我自己覺得他的味道算是很輕 然後不會太濃太重 然後他也 嗯 說是海洋味嘛 也有一點點啦 然後 反正就是清新型的 那我為什麼說我很驚訝呢 其實就是 因為我挑完之後 我想說 嗯 一手的東西 我大概知道價位都應該在 我自己預計是兩三千台幣左右啦 結果我整個大傻眼 因為呢 因為首先 我刷卡的時候他跟我說 他沒有跟我說他只是那個單子出來 就給我六千七百塊台幣 我覺得那時候有點傻眼 但是 我也不動聲色就輕了 因為我想說 嗯 可能這個 因為我忘記這個價格 就是護手霜的價格 所以 那時候我只是想說 哦 那應該差不多吧 然後 雖然心裡有點震驚 但是 我還是很淡定的簽完他 然後呢 後來我網路查了才發現 原來護手霜好像才一千塊錢左右吧 結果 是這一罐香水才五十末喔 才五十喔 他給我賣五千多台幣 我整個嚇到 因為我自己買香水我也捨不得 這是第一 所以就是我覺得一百末賣兩千萬 已經算是 對我來講算是蠻貴 有點小貴 的了 所以 我沒想到 他賣五千多耶 五十末 而且 就是再三 他不是出香水的品牌 他是出護膚品的 所以我沒想到他 這個那麼貴 所以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的就是 記得買東西之前要問價格喔 因為我那時候問我有沒有預算 我說沒有 我想說我控制我的品牌就好 我就是買兩個東西 這樣頂多 頂多四千塊台幣 甚至不到吧 結果呢 結果就是這樣 他因為沒有標價 所以呢 我就說 嗯 沒關係 就這個跟這個吧 然後就是 障礙一出來我就傻眼 我整個震驚了 一整個下午 所以就是這樣啊 不過沒關係啊 這個朋友是很熟的啦 我覺得最主要就是他喜歡就好了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到這邊結束囉 祝大家 先祝大家聖誕快樂 掰掰 掰掰 在這邊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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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